巴黎麦克风一夜过欧洲的边界 全世界都想吃巴黎的麦克风 自己学做巴黎麦克风 然后把它们送给您的家人或朋友 特别是如果他们住在国外 他们会欣赏一点法国的精致 这是36个麦克风的材料 您可以在我的网站上找到指令表和其他食谱 cookingwithmorgan.com 全一天准备叶子糕 首先煮200毫升叶子奶 开小火 同时在一个大碗中放入 两粒蛋 两粒蛋黄 80克白糖 用力酒拌30秒 加入15克玉米淀粉 再搅拌 当叶子奶开始沸腾时 将其倒入碗中 同时搅拌 加入15克片状叶子 和两汤匙汁味力口酒 混合并倒回锅中 开中火 搅拌至它变成浓稠的奶油 倒入碗中 加入100克黄油 搅拌至融化 为防止叶子糕表面干燥 用保鲜膜覆盖 保鲜膜必须粘在叶子糕上 冷下后放入冰箱一碗 第二天准备maga烘克 很短时的困盒 150克杏仁粉 和150克糖粉 筛选这个困盒粉 不要用大块 将烤箱一热至150度 准备意大利蛋白酥皮 倒入瓜里 40克水 和150克白糖 困盒 不搅拌煮沸 目标是达到 118度的温度 同时 在搅拌机中 倒入55克蛋清 当糖开始沸腾时 用温度计检查温度 在110度时 开始以最大速度搅打蛋清 一旦糖达到118度 将其从火中起出 转下速度 然后迅速将糖倒在 搅拌机碗的壳面 然后以最大速度 排打冷净蛋白酥皮 我们需要不冷不热的白蛋酥皮 抹搅拌机碗 如果它不冷不热 关掉搅拌机 如果蛋白酥皮形成了会 那是它准备好了 那是它准备好了 这个碗中 放入逊源和糖困合粉 和55克蛋清 困合纸质糊状 加入一半蛋白酥皮 然后困合 添加蛋白酥皮的另一半 这样的困合 以获得光滑的无状 但不可以太液体 在烤时它不应该传播 当它可以形成褶皱时就可以了 倒壶撞入袋中 放一张纸 其上有直径3.5厘米的圆圈 然后放上羊皮纸 放无状 不超出圆圈 在烹饪托盘的酒肉 放一些油 将羊皮酒放到纸托盘上 在150度里烤12分钟 为防止马嘎红克表面开略 打开一点点烤箱 放一根棍子在烤箱门上 马嘎红克烤好了 让它们冷却5分钟后 再起出它们 从冰箱里拿出椰子糕 混合一点 倒椰子糕入袋中 把椰子糕放在两个 马嘎红克中的一个上 将第二个马嘎红克放在椰子糕上 通过手牵转轻轻按下 马嘎红克烤已经准备好了 把它们放在一个盒子里 在冰箱里过一碗后会更好吃 马嘎红克烤内部盆中 外面中脆 感谢您收看并分享我的食谱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